不是政治 不是財君 不是體育 歡迎收看就是娛樂 今天是11月14號 我們要來關心今天娛樂新聞之前 我們要先跟大家預告一下 我們今天娛樂新聞之後 我們要做什麼內容呢 其實上禮拜我們就是娛樂 有聊很多跟健康有關的話題 觀眾朋友也都很喜歡 我們今天的話題 持續也是跟健康有關 不過跟小朋友的健康息息相關 你知道嗎 我們大人追求健康的同時 如果口感稍微差一點點 對於我們大人來說 都覺得為了健康 可以勉強接受 但是小朋友殼就不行 小朋友的嘴巴殼厲害 如果小朋友有吃到 一點點不喜歡的東西 有可能是會菜肉分離吐出來的 所以今天我們在節目當中 就要教大家如何在家裡做出 很健康 很適合小朋友吃 而且又兼具口感的美食要鎖定 好 先來看一下我們今天的娛樂新聞 首先來看到就是 上禮拜其實傳出還滿大的新聞 就是小胖原為人老師 他在大陸聽說跟人有合約糾紛 所以遭人就是壓軟禁 雖然事後小胖老師也跟大家講說 他一切平安已經跟大家報平安說 我已經沒事了 但針對這起事件 我們當然要問一下 跟小胖老師其實合作滿多年的 陶淨寅 陶子姐 陶姐在受訪的時候 竟然表示說 我跟小胖老師有很熟嗎 我跟他只有一杯咖啡的交情 愛孩子 林好女生 陶建議12號出席公醫活動 推廣以愛的教育代替打罵 隨身機大圖老公立立人哭水 有時候我如果 我老公突然大聲 然後或突然就是 很兇的時候 我就會踏他的腳 捏他大腿一下 或什麼之類的 那但是我不會在 小孩的當場去反駁他 就說你幹嘛那麼大聲 就是本來小孩吵架 變夫妻吵架這樣 我覺得大家都是一家人 就是互相幫忙 然後彼此都有忍不住的時候 所以就是互相體諒 不過活動當天還有一個焦點 就是小胖原為人在大陸 因合約問題 遭軟禁一周的事情 身為好友的陶建營 卻說一點也不擔心 因為小胖還是跟以前一樣 又胖又臭 我最近一次看到他是 一起去北京的飛機上 他還是跟以前一樣 就是又胖又臭 我覺得看他還是跟以前一樣 我就安心了 然後到底要發生什麼事 我也不清楚 我相信他經紀人 或者是他自己應該會 會出面說明 因為我也沒有那麼關心他 所以我也不想打電話給他 另外陶建營也爆料 自己和原為人 絕對沒有金錢上的往來 竟然是一位 我真的跟他是沒有任何金錢上 因為我跟他做這麼多年來 他只請過我喝一杯咖啡 那所以就證明他其實對我 也沒有任何金錢上的希望 好 其實桃子姐還是很關心 小胖老師 桃姐就是愛開玩笑 好 再來看看就是 體育明星其實轉戰演藝圈 已經見怪不怪 在台灣大家都耳熟能詳 知道黑人哥 還有哈校園 他們現在都非常活躍在演藝圈 但是在大陸也是這樣子 大陸有一位羽球猛男 名字叫包春來 包春來 對 包春來 講了三次 因為講三次所以很重要 包春來他接下來要轉戰戲劇圈 然後因為他自己是羽球選手 所以包括了殺球 或是吊小球 還有身體協調性 應該都難不倒他 這樣聽起來感覺好像可以拍 一個打十個的動作片 不當運動人要幹嘛 那就轉戰演藝圈吧 體育明星人都能進 如果剛好又長得好看 不當藝人實在是太可惜了 演藝圈裡有幾位表現出色的藝人 都是運動員出身 身材活辣的小小魚 曾經是游泳選手 主持表現亮眼的黑人 陳建舟是籃球員出身 還有八點檔演員黃雨昕 其實是跆拳道國手 現在大陸的羽毛球 健將包春來 也要加入拍電影的戰局啦 我在裡面演一個 看上去很高帥的一個賊 然後他特別有運動的天賦 曾經的運動員身分 也幫助包春來 在拍戲的過程中 能更完美的詮釋角色 我曾經是個運動員嘛 而且我演的這個角色 其實是屬於一個 特別有運動能力的 就好像剛才文杰說的 我們需要上穩穩下跳 還要翻滾 還在一些鏡頭裡面 要做很多很多 比較高難度的動作 所以說我覺得還是 怎麼說得益 之前有很多運動的這個 基礎 不然他有很多動作 還是挺難想到的 聽起來果然是 一般演員做不到的動作 也期待包春來轉行之後 能發展出自己的另外一片天 這屬於樂 北京採訪報導 真的 接下來這個新聞 只能說人帥什麼都好啦 之前潘帥他在萬聖節的時候 就有反串女裝 那時候他辦女裝的時候 竟然被很多網友說 他很像蔡依林 說有撞臉 蔡依林 我覺得這個新聞是要逼死佩姐 但是今天潘帥呢 他跟這個李玉芬一起同台出席活動 然後記者就問李玉芬 如果是潘帥扮的男扮女裝 跟這個之前羅志祥 也有反串朱壁石 就問李玉芬說 這兩個你比較喜歡哪一個 結果李玉芬就竟然選了 潘帥的反串女裝 但是我們記者其實滿想問說 如果是柯正東扮女裝 你會選哪一個 潘帥潘偉伯與女神李玉芬 14號出席法郎開幕活動 好久不見了潘帥 潘帥日前在萬聖節PO出女裝扮相 雞下 噢不對 是驚豔所有人 與咱們小豬所辦的豬壁石 誰比較美呢 聽到玉芬女神毫不猶豫的 對著潘帥回答 你是我的菜 有覺得到底是誰扮女生比較漂亮嗎 呃 這個我覺得我們問一下玉芬吧 誰比較美 用女性的角度來看 你有看到我那個嗎 你是我的菜 如果你扮女生的話 唉唷 這句話代表了一切 另外潘帥也透露即將推出新專輯 和大家見面 近日秦健森的潘帥 想必對自己的巴黎很有自信吧 沒想到他居然說 忽前的腹肌是沒有用的 咦 到底帶著誰呢 玉芬女神也認同表示 喜歡有腰淚漏的 比較有幸福感 每次發專輯就會開始訓練 要回到這個 呃 出茶淡飯的時候 然後要好好的訓練一下 希望新專輯有好看的一些 髮型啊跟造型跟大家分享 那你最硬的 最硬 要看情況嗎 就是 啊 看當天訓練哪裡的肌肉 腹肌 呃 腹肌這個東西 我覺得現在不重要 真的 我覺得大家都錯亂了 真正真正的 現在我覺得女孩子 我後來發現 就這麼久啊 然後發現女孩子 其實稍微喜歡帶一點肉肉的 男孩子也喜歡 女孩子帶一點微微肉 為什麼 這樣子是比較 幸福感比較深一點 那些膚淺的腹肌 你知道 這是沒有用的 在說誰 沒有... 有些人你們練得很勤快 非常好 我滿喜歡有腰內肉的 我後來真的是幸福感 比較QQ的感覺 就是娛樂台北採訪報導 潘帥說什麼膚淺的腹肌 是不重要的 但是我覺得很重要啊 那個電視機前 很多女性觀眾朋友 也覺得是不是很重要 比起腰內肉的男生 我覺得有腹肌 真的是好多了 好 接下來再來看看是 男神吳彥祖 他的新電影即將要上檔了 不過這部電影 真的是話題十足 因為吳彥祖在拍這部戲的時候 才剛開拍第二天 第二天他鼻樑 高挺的鼻樑 就被人家打斷了 然後接下來他還說 他跟那個氣質女神 張靜初一起合作 因為他們兩個人是第二次合作 默契實在是好到 激情戲根本不用溝通 說來就來說上就上 男神吳彥祖 和張孝全合作的新電影即將上映 沒錯 有在Follow的粉絲 一定都知道 就是讓他開拍第二天 就被打斷鼻樑昏倒的沖天火 還好和他演對手戲的拳王 李海濤 及時使出江湖上失傳的 歪我漂漂拳 才讓我們男生歪掉的鼻子走回正軌 原來長太帥鼻子太挺 也是種困擾啊 這也是他繼門徒之後 相隔十年再度與張靜初合作 還記得當年那場銷魂的沙發激情戲 其實讓拍攝現場的兩個人 尷尬得不得了 但是一回聲二回熟 聽說這次拍激情戲的時候 他們是一到現場就開拍 說來就來 完全沒在怕 因為十年沒有在圖口 但是回來再一起合作 好像沒有我們太看久 但是當然大家都有分辨 我覺得我老了 太成熟了 我覺得就是跟燕圖拍戲的感覺 就是覺得非常的熟悉 在《門徒》的時候 我們還有一些戲是 包括有一些我 我們有一些叫算是那種激情戲 比較親密的那種 然後當時我們都特別緊張 然後就到現場還要排練啊 什麼就覺得非常尷尬 那這一次的感覺就是因為 導演也沒有 因為知道我很熟悉嘛 所以其實基本上到了現場就拍的 我覺得我看見他 就是那個感覺自然就流出來了 其實靜初在講什麼我沒在聽耶 就是很想幫他把瀏海撥好 好想把瀏海撥好 為什麼你不把瀏海撥好啊 好的 冷靜 究竟這兩位高顏值男生女生 拋開了深色與尷尬之後 會帶給大家怎樣的大尺度表演呢 小編也是很想找給大家看啦 但是預告片裡沒有喔 大家還是乖乖進電影院裡欣賞吧 這是娛樂北京採訪報導 好 我們今天就是娛樂Live直播現場呢 我們其實在這一個禮拜的話題呢 都會跟健康有關 而且是跟小朋友的健康有關 因為呢 如果你家中有寶貝 有這些少爺小姐們呢 其實要服侍他們 並不是一件很容易的事 因為我們大人呢 針對於東西好不好吃 我們的標準可能不會那麼高 但是小朋友呢 稍微一點點不好吃 不符合胃口 他們都沒再跟你開玩笑 直接就吐出來吐在桌上 所以這個禮拜我們要教大家 如果你家有小寶貝 要怎麼樣準備好吃的料理 又可以讓他吃得健康 首先我們當然要邀請幾位藝人 來看看藝人家裡的小寶貝 都在吃些什麼 歡迎玉琳哥 是的 今天在這裡相當的有代表性嘛 為什麼 因為我女兒現在一歲七個月 對 所以呢正是那個 從母奶要轉到這個 所謂的副食品 而且慢慢的比動以副食品為主 所以這個時候呢 就是我們比較會關注的一個階段 對 我們待會就要請玉琳哥來聊聊 雅雅到底都在家裡準備什麼 都是一個演言吃 對 好 接下來呢就是 家裡要照顧三個小寶貝 有夠辛苦的 來 歡迎琪琪 琪琪現在是怎麼樣 已經累到無言對不對 沒有什麼話可以講 剛剛一進來我就問她說 是不是就有懷孕了 因為她說是很會懷孕 對 而且妳才剛生了一個 我忘了她才剛生完兩個月 所以剛剛那樣講是有點不禮貌 因為她還沒有問題 其實我穿得很寬鬆 是不想讓人家看到我的肚子 所以妳還沒有恢復到產生 這個衣服要不是因為妳穿 我還不曉得這個有做那麼大尺寸 對不起 到底 我跟妳講 場後真的有多多少少 有一點腦神經衰弱跟憂鬱症 我現在腦子有點不輕重 對 妳不要再激怒她了 妳家三個小寶貝的話 應該每個人喜歡吃的都不一樣 都不一樣 像姊姊她 其實我們家姊姊是很好相處的 她只是不吃 你說皇太后嗎 對 太后 她只是不吃難吃的東西 那就是不好相處 那就是不好相處 對 所以我有時候弄給她 她就一口都不吃 我就會很幸惠藝人 然後但是她最討厭吃就是吃蒜頭 我覺得我們家老二就是 她就是嘴巴就是有菜肉分離器 就是妳一口飯 很好不是骨肉分離就好了 菜肉分離 很厲害的菜肉分離器 妳餵她幾口 她就是肉吃下去 菜就是在這裡 怎麼會這樣子啊 就很奇怪啊 我就覺得我每次都會很想掐她 嘴巴說妳到底為什麼菜 怎麼給我分離 所以她在嘴巴裡自己 可以自動分離 對 她就自動分離 然後每次都是一口在這邊 我就看她咬到十分鐘 我就突出來 這個好難相處 因為小朋友不吃菜 會容易便秘或什麼的 很容易便秘 但是我們家便秘嚴重的是 其實是姊姊比較嚴重 姊姊比較嚴重 黃太后她今天有來現場 對 她今天就是要幫我們擔任 試吃員的角色 所以妳待會兒要加把勁 我有點緊張 希望她會喜歡 好 那接下來 今天其實要跟琪琪一起PK料理的是 我覺得很難贏她 因為她上次來我們節目做那個料理 大家看的也是食指大動 來歡迎帥哥主持TOMO老師 嗨 大家好 TOMO老師還沒結婚吧 對啊 沒有 還沒結婚 所以不但也了解 這是小朋友 你是單純想問而已吧 幹嘛這樣 因為TOMO 自從你來一次以後 那個儀佩對你念念不忘 那沒有這樣還好吧 每天在爐自若單位說 找一些帥哥嘛 又為主菜的 沒有 找一些帥哥 我是為觀眾朋友謀福利 不是為我個人 那TOMO老師對於小朋友的 喜歡吃的料理 有概念嗎 其實不太了解 不太了解 對 完了 因為她很會煮給大人吃 但是未必會煮給小孩 因為小孩的東西都要少油 少甜 少鮮 那你知道小朋友最不喜歡吃的 排行榜前幾名 你知道有哪些 青椒 對 香菇 香菇好像還 還不懂啦 沒事 還不懂 紅蘿蔔 紅蘿蔔 對 好像小朋友都不喜歡吃這些東西 可是我今天 好像都有嗎 對 香菇沒有 先不要講出來 到時候不要吃到 你只要把它偽裝成 感覺好像很不像 小朋友會被騙 對 好 但是對於小朋友的營養 到底吃哪些東西營養 當然要請到專家 就是我們的吳穎榮博士 哈囉 大家好 待會兒要幫我們分析一下 就是小朋友 在成長過程當中 吃哪些東西 對他們的健康是有幫助的 對 而且我教大家怎麼去偽裝 那些青菜 對 像皇太后或是弟弟的話 她如果不想吃青菜 那有一些小蘿蔔 看我的朋友的小孩 不敢吃紅蘿蔔 紅蘿蔔她就把它偽裝成那個芋頭 她就把它改顏色這樣子 怎麼改 怎麼改 那種心應該不太好吧 家事教科 家事教科科 人家大家都看得很認真 現在我們的博士 有沒有一些小蘿蔔跟小方法 現在就可以先教 有啊 譬如說她如果不喜歡吃青菜 因為你們那個很會菜肉分離 你會想辦法把它打到濃湯裡面 因為小朋友喜歡喝濃湯 對 玉米濃湯那些小朋友很愛 對 譬如說玉米濃湯 你把她不喜歡菠菜 你把菠菜一起打進去 可是那個味道還在怎麼辦 不會耶 其實你再加一些堅果 她喜歡吃的一些味道 其實像玉米還有蓋過 還有堅果的味道 把它壓過去 還有一個東西我也很喜歡用 你就用咖哩 小朋友喜歡吃咖哩 對 小朋友喜歡吃咖哩 其實你就把它打碎 打在那個咖哩醬裡面 因為咖哩的顏色是有點 比較深的黃色 對 它看不出來 所以Mix進去就看不出來 其實說裡面可以放那個 那叫什麼 洋蔥 洋蔥 對 還有就是你不喜歡吃的 紅蘿蔔 都可以把它用那個咖哩醬 把它打一打 然後攪到飯上 它沒有感覺 對 沒有錯 還有 我還滿喜歡 就是比如說你把那個蔬菜 把它弄得很細 然後打在蛋液裡面 然後把它捲成蛋液 對 而且外面如果再包個海苔 小朋友根本看不出來 看不出來 你只要用那個海苔去蓋過 那個蛋液的味道就吃下去了 它慢慢長大的話 它會講道理的 你就剛才想說 不吃蔬菜會怎樣 對 它比較能夠接受 可是太小的時候 它沒辦法接受 你必須跟它玩把戲 了解 不過那我們今天到底 在節目當中要玩什麼把戲 其實很簡單 我們今天就是派出奇奇 跟帥哥主廚 Tomo老師要來PK一下 但是評審不是我們 因為我們是大人 都很會說謊 跟很會說一些你知道嗎 場面話 場面話跟客套話 我這幾天來 吃了多少東西 明明難吃了要死 我就 這個不錯 好好吃 這說不出的味道 好特別的味道 那就是騙人 然後妳如果發現 評論美食評論到 在講這個碗長得滿好看 這筷子很別緻的時候 就表示那個東西很難吃 對 所以為了要避免 會有講謊話的情況 所以我們今天請來的評審 就是奇奇的小朋友 就是皇太后 她今天來幫我們當評審 接下來廣告之後 首先要上場第一棒 就是Tomo老師 Tomo老師心機很深 她今天的這個料理的名稱 叫做飯蛋糕 因為聽到蛋糕 小朋友通常會抵擋不住 什麼叫飯蛋糕 我們廣告之後做給你看 好的 歡迎回到 就是娛樂的Live直播現場 我們今天派出第一棒 就是我們帥哥主廚Tomo老師 但是Tomo老師今天 為大家介紹的這個 叫做飯蛋糕 到底什麼叫飯蛋糕呢 Music 來喔 Special 來喔 你要一起跳喔 好 PPAP 好配喔 兩個 宜佩整個來勁了 I have a rice I have a cake Rice cake 好 我們接 完了 好 沒關係 好 繼續 我跟你講 這就證明 我們真的是Live直播現場 只有三環 你也不要這麼情不自已 沒有 我從來沒有看過你跟別人來賓 互動這麼良好 真的 我跟你互動很好啊 我們這只是一場意外好不好 對… 什麼叫做Rice cake 飯蛋糕 對 其實我不太 超不太會取名字 不會取名字 對 所以 對 就是因為這個裡面有飯 對 然後就是乾起來比較像蛋糕 所以就叫飯蛋糕 對 所以是騙小孩 是 因為我也是被騙長大的 被騙長大的 對 所以在日本的時候 爸媽都是怎麼樣騙你們的 就做的 因為日本的便當都做的 看起來就是很可愛 會有一些卡通或什麼的 對 就是像就是卡里裡面 就是不喜歡的食材 就是揭小一點點 對 然後就是以為是沒有什麼 就Mix在一起就對了 對 好 那我們今天來介紹 飯蛋糕裡面 到底有什麼一些食材呢 有嗎 有板斑嗎 直接講好了 好 直接講 來 就是先放黃色的彩椒 彩椒 對 小朋友喜歡吃彩椒嗎 好像不太愛 對啊 小朋友不喜歡青椒 什麼椒之類的小朋友都不愛 只要椒類的都不喜歡 沒關係 TOMO老師沒有小孩嘛 對啊 所以 椒類的他們只喜歡香椒 他用鹽 對 那個不一樣 對 一個是水果 一個是蔬菜 然後第二層呢 第二層就是地瓜飯 地瓜飯 對 不妙 不要一直嚇合他 對 聽起來很多的小朋友沒有多愛的 好 我這邊有板子來了 有飯一碗 然後地瓜一條 小番茄樹顆 花椰菜四分之一顆 蛋一顆 這到目前為止 小朋友好像都還OK 紅蘿蔔二分之一根 肌肉適量 肌肉小朋友OK 紅色或黃色彩椒一顆 我建議妳裡面要不要包一顆糖果 真的 真的 或是上面淋一些巧克力醬 吳博士 他今天TOMO老師準備的食材 有沒有哪些營養成分 其實我覺得TOMO老師 我們現在不管小朋友喜不喜歡吃 我覺得這個一看 我就覺得我免疫力增加了 你知道嗎 為什麼 因為其實現在季節交換 小朋友容易感冒 對 你要免疫力好的話 第一個不能少的叫做蛋白質 所以它裡面有蛋 還有肌肉 蛋白質 對 是優質的蛋白 然後小朋友這時候 呼吸道是不好的 對 所以需要維生素A 還有維生素C 修護黏膜 你看它那個維生素A 來自於什麼 譬如說地瓜油 對 紅蘿蔔油 紅蘿蔔也有 對 維生素C 它來自於 譬如說花椰菜 可能很少你知道 花椰菜維生素C也滿高 還有彩椒 維生素C也特高 所以像那個 這樣的食材的話 讓小朋友的呼吸道 其實是會比較健全 OK 好 那地瓜飯要怎麼做呢 通報老師 就是一般的米跟地瓜 一起就是除了而已 這是很簡單 對 I have a地瓜 I have a米 地瓜飯 就是地瓜飯的意思 對 然後我就是那個 番茄炒飯裡面 那番茄蛋 番茄蛋 I have a番茄 I have a time 那蚵仔飯呢 番茄蛋 柯仔煎呢 不要靠了 不要再露他 所以我就是 這裡面就是 番茄炒飯裡面 就是為了變小孩 就加紅蘿蔔 還有紅色的彩椒 還有洋蔥 對 就把它混在一起 對… 就是紅色系列都在這邊 OK 好 那你要 你用的這個是什麼杯子呢 就是一般的杯子 就是塑膠杯 塑膠的杯子 可是蛋糕在哪裡 就是你不覺得 這看起來超像蛋糕的嗎 這側面 所以裡面並沒有蛋糕 裡面並沒有蛋糕 你下面要不要擠一些什麼 巧克力醬 沒有耶 巧克力醬 不行對不對 這樣不健康 最後就是這樣 蓋過來 對…然後 好漂亮喔 然後上面一個愛心的煎蛋這樣子 它這個單純是要用形狀 來騙小孩 顏色跟形狀 對…給鏡頭拍一下 其實它的外型很漂亮 很漂亮 它就是像現在有那種 層層疊疊的沙拉一樣 就一疊一疊 一層一層疊上去 我覺得這個大人我會愛 是 我看我都想吃了 我問問看 OK嗎 我不知道騙不騙得過 小朋友對不對 我覺得再插一個蠟燭 對 要騙就騙到底 它那個食材 要不要壓很緊 因為怕說倒過來的時候 會散掉 然後這個杯子是裡面抹油 比較容易倒出來 不然不會 就不會黏住就對了 對… OK 好 所以上面就是採黃椒 對 然後這邊就是地瓜飯 然後花椰菜 然後下面就是番茄炒飯 對 那通常準備這些食材 跟這個弄完 大概要花多久時間 因為我們電視機前 觀眾朋友很想知道 其實因為我就是 先煮地瓜飯 然後用地瓜飯 直接做番茄炒飯 了解 就是不用分開煮 好 那為了要給大家試試看 很簡單的感覺 因為TOMO老師他是主廚 那我來試做一個給大家看看 好不好 然後我用這個杯子 好 第一層是什麼 隨便 第一層是這個 黃椒 黃椒 其實什麼東西放哪一層 應該會沒關係對不對 對…沒有關係 就是顏色 只是說因為TOMO做出來的 比較有美感 對 這樣子一個排列 有一點少 有一點少沒關係 然後地瓜飯 再一層地瓜飯 而且我覺得這個飯 真的還滿均衡的 它蔬菜 蛋白質 還有碳水化物的 比例都還滿好的 是 而且地瓜的話含有纖維 對小朋友有OK嗎 沒有錯 可是很多小朋友 不愛吃那種 還是地瓜甜甜的 小朋友會喜歡 會 地瓜小朋友會喜歡 小孩吃地瓜 就是一直放屁 常常喝水 但是那些彩椒什麼 都是用水燙而已嘛 對 都用水燙而已 全部都用水燙 所以它不需要做調味嗎 其實我 就是後來想一想 小朋友就是不要吃 太重的味道東西 那你就錯了 你這個小朋友 為了健康 是啦 是沒錯 我們大人可以接受 但是小朋友 我跟你講 小朋友的那個食物的味道 跟狗食沒有兩樣 因為狗食都沒有味道 對 小朋友的味道也差不多這樣 是 我老婆做給小朋友吃 我吃一口 應該是都沒有加任何調味料 對 我覺得好慘 為什麼可以小朋友吃這些東西 所以今天不是特別沒有用那個胡椒 沒有用胡椒 對 可是如果是 我想要問一下吳博士說 因為你接觸過這麼多個案子當中 如果真的是要做給小朋友吃的 又要兼具健康 到底要不要跟我們大人一樣 其實口味要弄淡一點 要 絕對要 他小時候不要給他吃太 養成那種太重鹹 重油 重甜的習慣 好像說他們的肝腎的那個代謝的能力 對 像大人這樣 對 我覺得還有一個方式 小朋友會吃你知道嗎 還有什麼 就是你叫小朋友 跟著你一起做這個蛋糕 他自己做完他會覺得 我好棒喔 我好有成就感喔 他再難吃他都會吃下去 琪琪妳平常在家裡會帶小... 譬如說黃太后會一起做料理嗎 她會很喜歡跟我一起 她喜歡幫我洗菜啊 然後會教她切小東西 對 小朋友會非常喜歡 可是妳來 雖然說妳今天是第二棒 但是妳如果憑良心說 妳覺得這個 有辦法避過嗎 我覺得青椒會有危險 可是它是黃椒 黃椒也有危險 妳覺得花椰菜就安全嗎 花椰菜非常安全 小朋友很愛吃花椰菜 是 那是不是裡面有東西 是可以幫助這個呼吸道的 有 就是維生素C嘛 對 我剛剛有講維生素C跟維生素A 那其實我剛剛有講說 那個維生素C 不是只有說對於那個 有預防感冒 幫助呼吸道 小朋友在成長的過程中 維生素C會幫助 膠原蛋白合成 我們的骨頭在長的時候 其實不是只有鈣質 還有膠原蛋白 那膠原蛋白合成 就需要維生素C 所以那個彩膠 還有花椰菜 所以是很好的 是 那如果我有鈣質 因為這裡面鈣質 可能少一點的話 鈣質可以加什麼東西補充 妳旁邊就是幫小朋友 準備了一杯牛奶 或是我剛剛講的 那個什麼濃湯 牛奶為底的濃湯 那牛奶跟調味乳 因為我覺得小朋友 應該很喜歡調味乳 建不建議電視機前 不建議 我不建議 我覺得如果說 妳寧可拿牛奶去打一些水果 直接放進去 對 直接放進去打 那如果是美露那一類的 我其實 我覺得我比較不建議 都是為了鈣質嘛 那我如果撒一些阿鈣這樣 對不對 不行啦 今天吃阿鈣 好有健康的膝蓋 好有健康的膝蓋 可以到這邊嗎 因為這樣這個很漂亮 對 我不知道怎麼回答一下 是不是 掉出來了 我失敗了耶 其實 也還好啦 怎麼會這樣子 量太少了 對 我應該是要弄到滿對不對 而且妳的海分離了 菜肉分離 沒關係 TOMO老師做得好就好了 對不對 好 那接下來呢 我們待會兒呢 就要先進一個廣告之後 我們第二棒 就要派出的是琪琪 那琪琪要做什麼來應戰呢 妳今天做的是什麼 我要做玉米海苔麵冰捲 這個完全都投小朋友了 對 真的 光聽這個名字就有實意了 等一下 雖然說我的名字就是 很實在 沒有這麼的華麗 拿什麼蛋糕飯 飯蛋糕 要怎麼吃下去 這個OK 我覺得我會贏耶 這個玉米海苔 因為玉米小朋友很愛 那海苔又鹹鹹甜甜的 小朋友也很愛 天啊 我怎麼覺得 你會不會是第一次PK 然後輸給素人 就是 有可能 他不是素人嗎 他是藝人嗎 他是專業的媽媽 專業的媽媽 OK 專業的媽媽 好 那我們就先進個廣告 第二棒我們就要派出 琪琪用 玉米海苔麵餅卷來應戰 到底會不會擄獲 黃太后的心呢 廣告之後馬上回來 好 回到我們就續樂Live直播現場 接下來我們派出第二棒就是琪琪 琪琪現在已經有三個小孩 是三個小孩的媽媽 而且你知道她今天要做的是什麼呢 玉米海苔麵餅卷 你知道我光看這個名字 我就會覺得說 果然薑還是老的辣 料理還是媽媽的天下 對不對 因為你光聽這個名字 就是都種了小朋友的口味 就是針對小朋友的味下去設計 而且小朋友是不是對玉米 很沒有抵抗能力 他們超愛玉米 只要有玉米 什麼都OK 什麼都好 什麼玉米濃湯 小朋友最愛喝 還有你知道玉米炒飯 只要裡面有甜甜的東西 他們都很愛吃對不對 好 所以今天我們這一道呢 其實也要教大家 你自己在家裡做超簡單 只要東西切一切 捲一捲就完成 好 我們今天食材有什麼 今天有小黃瓜 有黃瓜 有最討厭的蘿蔔 紅蘿蔔 這是地雷 但是因為我覺得 為什麼都要切絲 是因為紅蘿蔔一塊 它會有它整個腥味 但是你把它切刨絲的話 它味道會分散很多 所以你希望它吃的話 就是這樣子 簡簡單單 然後它不會有什麼 紅蘿蔔的味道在裡面 好 雖然妳是這樣說 但是你們家的老二 如果是吃到這個 是不是也是會分離 它這個應該 它應該會把鮪魚吞進去 然後把這個吐出來吧 對 對 這兩個都會 所以妳這兩個 還是逃不過它 那妳今天怎麼會派皇太后來 這樣對我們這個比賽 整個賽制就不公平 因為太后她是 她是憑好吃跟難吃 她是憑好吃難吃 對 憑她自己覺得的 OK 好 她現在在旁邊 很開心的轉來轉去 對 她今天要幫我們當評審 對 好 紅蘿蔔有點危險 不過不會比Tomo老師的 那個黃椒危險 不會 絕對不會 紅蘿蔔會很安全一點 對 比較安全 因為杏羊那麼危險嗎 妳那個黃椒太危險了 膠類滿危險的 那個味道光我都沒有 有一點沒辦法接受 但就怕說糗的是什麼呢 最後黃太后選擇的是飯蛋糕 如果等一下黃太后選擇飯蛋糕 妳會不會回去秋後算帳 我不會 那之後我會逼 我每天都為他吃很多膠類的 每天都做飯蛋糕給他吃 好 接下來 但是雖然這個是地雷 接下來就有一個小朋友超愛的 超愛的 玉米 玉米來了 這個小朋友種啊 這個一定是種 小朋友乾吃玉米粒都可以吃了 對啊 但是鮪魚有的小孩愛有的小孩不愛 真的嗎 跟湯蜜瓜一樣 對 有一種萎味 對 有的小孩愛鮪魚 有的小孩不愛鮪魚 不愛鮪魚 有一種萎味 你知道嗎 對 可是鮪魚應該搭這個 搭這個玉米應該超搭的吧 但是因為鮪魚它本身味道 也是有一點重 對 那我問妳 黃太后喜歡鮪魚嗎 我還不知道耶 我沒有給它試過鮪魚耶 真的 它旁邊笑得好像有點開心 等一下它吃吃看就知道 然後接下來 這個安全 妳這邊來一個有一點腥味的 接下來再搭一個小朋友愛的 葡萄乾 這個一定是OK的 心機好深 對不對 跟玉米並列 小朋友雙飽 對啊 小朋友很愛吃葡萄乾 那最後呢 最後就撒上一個花生粉 花生粉小朋友應該OK OK的 好 那做法怎麼做呢 這邊還有這個海苔對不對 最愛的海苔 這個無敵 這個直接這個抓飯吃 他們一下就把飯吃完 真的 就很好打吧 對 這很無敵 好 那問一下吳柏樹 我們今天準備的食材 小黃瓜 紅蘿蔔 玉米 鮪魚 葡萄乾跟花生粉 各有什麼營養素 超營養的感覺 這個吃下去眼睛馬上亮起來 真的一看就所有食材 都是護鹽的 對 那個紅蘿蔔開始講好了 紅蘿蔔維生素A Beta胡蘿蔔素 大家都知道那個 我們的兔子要吃 是啊 紅蘿蔔 對 其實維生素A對我們眼睛 它不會有乾眼症 不會有夜盲症 非常的重要 對 然後再來就是玉米 玉米 我們都知道有一個叫夜黃素 可是另外一個叫做玉米黃素的 也是護鹽 也是超級護鹽 在玉米裡面非常的多 所以紅蘿蔔跟玉米都是護鹽 護鹽 然後鮪魚也是啊 鮪魚也是 應該是DHA之類的吧 對 DHA 因為DHA對我們的視神經 視網膜的形成都超重要 對 所以鮪魚對小朋友眼睛也很好 那葡萄乾也護鹽你知道嗎 葡萄乾有護鹽嗎 花青素 你知道嗎 像英國的飛行員 他在夜間飛行的時候 都會吃很多像藍莓乾 葡萄乾這樣 不是他們解殘的時候 不是 他單純只是想吃 他單純只是無聊嘛 不是 不是 因為他們就是花青素 會讓我們的眼部周圍的細小血管 會變得很強壯 對 所以護鹽的話 這花青素也不可少 對 所以這個也是對小朋友好的 對… 小黃瓜有什麼營養成分 小黃瓜 因為其實它的 維生素C也是有一些 對…可是比起 其他的那些的話 它這個護鹽成分比較少一點 OK 好的 不過它可以增加纖維 它可以增加纖維 對 排便的部分 是 好 了解 我們接下來就請喜奇 來幫我們做做法 大家看清楚 做法超簡單 咻一下就做完了 我剛才不外乎 就是全部把它捲起來 真的 不是 你們想要先去 然後捲起來 我們每一集都是這樣 好 今天其實都簡單 因為現在媽媽都很忙碌 你要照顧三個小孩 哪有那種美國時間的地方來弄去 對 給小朋友自己捲 也是一種方式 要捲完就失去 小朋友會覺得很愛 好 捲捲看 就是要放直的 因為等一下要這樣捲會比較好捲 拍得到嗎 把這個拿過來 好 然後鋪上最愛的一個海苔 鋪上海苔 然後因為一定要先撒上花生粉 因為它是乾的 對 我們從乾到濕 所以乾的東西先弄 對 然後 對 因為妳如果先放濕的海苔就會 對 馬上就會黏 其實那個花生粉 我建議如果說媽媽很無聊 在家裡沒事的話 也可以用什麼 那個杏仁 它去打 直接打 杏仁維生素一更高 是打成粉嗎 可是杏仁打久不是會固固嗎 不會 不會 真的嗎 所以把它烘乾以後然後去打 就是這樣烘乾 小顆粒狀的那種感覺 對… OK 可是妳剛剛講錯了一個東西 就是說媽媽在家沒事 媽媽在家很多事的 很蠻地 對 對不起 媽媽 妳那句話 比較像是老公會講的 對… 對 好 花生粉放完之後呢 再放豬雪糕 沒有 不是 再打一點香菜 很煩 什麼 就是 然後就上小黃瓜 小黃瓜 妳不要聽玉琳哥講 這樣都會講一些歪理 麻煩妳動作快一點 因為妳就是把它放上去而已 對 幹嘛這樣 慢慢做要優先 就是分量不能太多 你要一捲 然後剛好是他們的小嘴巴 而且重點是還要藏起來 不能太... 不要讓他們發現 因為現在小孩愛看那個 小孩愛看電視 愛看iPad有沒有 人家都說會傷眼 如果可以常常給人家 吃這個海苔捲的話 對勢力是有問題 一邊打電動一邊吃還可以捲 對 而且這也 最重要的是就是 趁它在滑iPad的時候 就給它塞進去這樣就好 然後那個 我是覺得說紅蘿蔔 如果說小朋友 不喜歡那種味道的話 妳用紅蘿蔔拿去蒸 把它蒸熟 然後妳就把那個水擠掉 再捲進去 可是這樣營養會不會流失 不會... 我還可以教大家一個方法 因為我其實也沒有 我從沒有很愛吃紅蘿蔔 到後來可以接受紅蘿蔔 有一個方法很簡單 妳紅蘿蔔 譬如說妳這樣切絲之後對不對 妳用家裡已經有過濾過的水 然後就是淹過紅蘿蔔之後 妳放進去微波爐 微波等它叮跳起來之後 撈起來有兩個好方法 第一個是紅蘿蔔裡面 可能會有一些農藥的殘留 或是什麼 它就已經被那個 妳就把水倒掉 然後第二個 紅蘿蔔已經變軟了 妳接下來無論妳要煮湯 或是要弄別的東西 其實紅蘿蔔的口感就會變好 對 因為剛剛琪琪有問到說 那是不是 煮過以後營養素會破壞 其實不會 因為它主要是β胡蘿蔔素 維生素A 那叫做油溶性的 它比較耐熱 它不會像 譬如說那個小黃瓜 或是青椒那個維生素C 它會比較瘦肉會破壞 所以我那個方法 也很OK的 放進微波爐加水 記得要把水瀝掉 瀝掉之後 紅蘿蔔整個變超軟 又香香的 所以OK 好 紅蘿蔔 琪琪妳到底要放多久 好棒 妳做好一捲了 妳做好一捲了 對 這速度就是很快的 好 我來試試看 但我要戴手套 沒關係 妳捲了自己吃 妳就沒差 我捲了要給妳吃 妳捲了 妳捲了我OK 真的喔 好 所以來試試看 我來試試看 因為妳知道媽媽平常 在家裡都常常做 所以對她們來講 很上手的東西 不見得對我來講很上手 那我把它放旁邊 好 這個簡單就是放直的 直的完了之後 再一個海苔 海苔是第二層 海苔完了之後 先撒一點乾的花生粉 好 花生粉完了之後 不用這個好了 紅蘿蔔 其實後面先放什麼差別 就不大了嗎 紅蘿蔔一點點 沒有 我跟你講 這是玉琳哥要吃的對不對 紅蘿蔔 紅蘿蔔放超多 偏偏喔 我還滿愛吃紅蘿蔔的 真的喔 那你不愛哪一個 我都愛 好喔 小黃瓜 小黃瓜完了之後 要放什麼 就是 隨便的 好 其實每個人對食物的味道 感受不同 對啦 小時候我們家養兔子 然後我媽就說 這兔子不能再養了 好會吃紅蘿蔔 她不曉得那個 都是被我偷吃掉的 然後鮪魚 鋪在上面 其實滿簡單的耶 這很簡單 超級無敵簡單 然後葡萄乾 好 好了 然後 然後再把它捲起來 用力 但捲也有分捲得漂亮 跟捲得醜的喔 是要用力是不是 對 這樣才會 稍微用一點力 對 這樣有點太多 蛤 Too much 你Too much Too much 果然還是媽媽 媽媽會控制那個分量 對 媽媽會控制那個分量 怎麼搞的 是哪個太多 紅蘿蔔剛剛害玉玉琳哥那個 他就是想害我 對 他想害你 太多嗎 太陽害到自己這樣子 怎樣啦 所以我跟你講 我是錯誤的示範 就要教大家說 其實料不能放太多 不要太貪心 因為我想說玉玉哥 沒有吃晚餐 給他弄多一點 那個做這個食物 跟人生的道理都很像 就是不能犯了三個問題 就是貪生吃 你看 小朋友吃的這樣比較小一點 小朋友吃的就是那麼小 超大捲的 但是我之前 我之前都會給他加一點美乃滋 美乃滋是不是 大捲的我先吃看看 其實不好 小朋友吃美乃滋 我覺得不管是大人小孩 我覺得美乃滋都是油跟糖 會比較多 那我在家裡的話 如果說要用美乃滋 我會自己做一個醬來代替 什麼 我就是用那個無糖優格 然後加木瓜 無糖優格加木瓜 去打 那個味道其實還不錯 真的喔 超級好吃 真的假的 真的超級好吃 你沒有在講虛 我講真的 我那麼熟了 我不會講場面話 你捲得真好吃 因為是你捲的關係 真的 跟這個捲沒關係 聽起來滿場面話的 好 但是玉琳哥說好吃 其實都不算不算 因為我們今天的評審員 不是他 他可能多多少少有一點 就是你知道 講好聽話的成分在裡面 廣告之後 今天要擔任我們評審的 就是琪琪的女兒黃太后 到底飯蛋糕 還有這個海苔捲 到底誰能夠擄獲 今天黃太后的心 我們廣告之後 請黃偷來試吃 就是娛樂的晚餐食堂要開動了 我們今天就要教大家 如何在家做出很簡單 又可以騙 不是騙小孩 就是讓小孩很健康 然後享受又很簡單的一些食物喔 所以剛剛Tomo老師推出的這一道就是 推出的這個就是蛋糕 飯蛋糕 飯蛋糕來應戰 然後琪琪是用玉米捲 玉米海苔捲 薄平捲 麵皮捲 麵皮捲 有夠難記的 麵皮捲來應戰 所以我們今天的評審員 就是琪琪的小孩黃太后 我想要問一下太后 妳兩個 這兩個 這個是蛋糕喔 有沒有看到 我先幫Tomo叔叔拉票一下 蛋糕上面妳有沒有看到上面有個愛心喔 好可愛 有沒有很像蛋糕 沒有 首先外觀就先被打槍了 沒有 這樣子 因為他現在六歲應該有基本的審美觀 對 是這個叔叔做的喔 是這個叔叔做的喔 因為他看到黃鐙輝會吐妳知道嗎 他超會爸爸的好不好 超會爸爸的 看看大家就會覺得這個食物是好 這帥的嗎 帥不帥 不帥 不帥 叔叔跟爸爸誰比較帥 爸爸 爸爸喔 糟糕 果然是會教小孩 這個小孩的那個美感 要再重新訓練 那算了都說他是劉德華 你覺得 真的 好… 那那個太后 那這兩個 妳要先選哪一個 這個 媽媽做的這個對不對 好 那妳知道這裡面有包什麼嗎 有包大蒜喔 什麼大蒜 還有青椒喔 香菜喔 香菜那些的 你們這些大人好了 還有一隻蚯蚓喔 不要亂了 好… 我剛剛看都沒有 我們剛剛偷偷加進去 她沒在說 好 那妳先 沒有吧 那妳先幫我們吃一下 媽媽做的這個好不好 你拿一個卷 拿一卷 大口一點喔 大口才做這樣 這個好不好 這個 好 來 我覺得托馬會招逢 好 人生最大的打擊 2…3 吃一下… 從後面 妳一直把葡萄乾灑出來 葡萄乾是很關鍵 大口…再大口 大口… 比較大口 大口一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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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可以嗎 我跟你講 講口感… 口感 口感你會嗎 彈牙之類的 不行 彈牙太難了 脆脆的 吃起來什麼感覺 妳可以形容一下嗎 可以嗎 外酥內軟 肉汁風在裡 甜甜的 妳不要鬧她她要講 甜甜的 然後呢 有什麼的 脆脆的 脆脆的是小黃瓜對不對 那玉米妳有吃到嗎 有 有 玉米甜甜的 然後妳有吃到海苔嗎 有 那鮪魚妳喜不喜歡 妳知道裡面有魚嗎 知道 知道 我小時候 在那個舊莊之前 點心有時候吃那個麵包 然後還有玉米跟鮪魚 玉米跟鮪魚 所以妳是喜歡 厲害… 那妳舊莊的地址在哪裡 不要亂問… 她的地址跟我沒關係 那那個有感覺有蘿蔔的味道嗎 妳有吃到紅蘿蔔嗎 有 所以妳OK 妳OK 我喜歡 她喜歡 妳喜歡紅蘿蔔 細細的紅蘿蔔 所以紅蘿蔔的味道 妳不會覺得有怪怪的嗎 不會 不會啊 妳她一直吃了一口接一口 真的… 她給Tomo叔叔一個機會 好… 那妳這個先放一下 她一口接一口的目的 她一直因為不想吃飯蛋糕 接下來是Tomo叔叔的飯蛋糕 考驗了 妳幫我們吃吃看好不好 都要吃喔 媽媽說都要吃喔 好… 來喔 為什麼這個那麼輕 黃太后要大口喔 妳為什麼… 好 沒關係 這個… 她故意用這種方法來考驗 這個… 真的不想吃耶 拿好… 拿好 來喔 妳吃吃看 她打足耶 要從哪裡吃 沒關係 妳把它弄倒都無所謂 妳把它搗碎好了 妳從這邊吃好不好 好 這裡開始 好… 好 先吃一口 糟糕 糟糕 注意她的表情喔 注意喔 注意喔 不要影響她的評判啊 好 來 先大口先吃 一起吃下去 為什麼不要 這個很… 裡面有加番茄醬好可愛喔 你看看 我喜歡 妳不喜歡 不喜歡什麼 吃吃看喔 好香喔 來…妳先吃一口 有鈣質耶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還好 那妳再吃一口 她吃了… 她吃了… 她有吃喔 她有吃喔 有在笑… 還OK嗎 什麼味道 感覺 怪怪的 怪怪的 什麼怪怪的 有苦苦的嗎 還是… 辣辣的 還辣辣的 還是什麼 不喜歡 好 她剛剛吃到的是 最下層的番茄飯 真的有… 我們要給通婆一點信心 沒有遇到 對啊 我們大人來試試看 大人試一下好不好 好 來 怪怪的 她說要給她… 番耶 妳給她一點信心 她上次在我們節目做的料理 很多媽媽喜歡耶 我跟你講 大人會很愛吃 對 可是… 可是皇太后她現在有一口接一口吃 那妳吃這一層 這個是裡面 這個很好吃喔 這裡面有甜甜的 我問妳吃 她算食慾還不錯的 對 很肯… 這層呢 這層好不好吃 好吃 她說好吃 所以她喜歡地瓜飯 對 但她應該是黃椒的關係 沒有…她剛剛還沒吃到黃椒 現在我要騙她吃黃椒了 來 這個 其實非常好吃 可是上面這個好 Colorful 好彩色喔 來 來… 沒有…妳試試看… 妳跟我想什麼感覺 快點… 可以嗎 可以嗎 好 來 選一個… 選一個…